日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这一次很高兴能够带着自己的新电影 南方车站的聚会和你们见面 我现在记忆犹新 第一次带着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跟日本的观众见面是20年前 我17岁的时候 那部电影叫做《蓝色夏脸》 应该日文叫做《哪一路夏恋》 那一次很谢谢所有日本观众 对于这部电影和孟克柔这个角色的喜爱 20年后的这部南方车站的聚会 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孟克柔的角色 是一名陪友女叫做刘爱爱 那希望日本的观众能够看见 我在这段时间的蜕变跟成长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部电影 那在这段疫情的期间 辛苦大家了 也希望所有的日本观众朋友们 能够平安健康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戴好口罩 然后进到戏院欣赏我的这部新电影 希望能够带给你们一些新的感受 希望你们喜欢 5月29号南方车站的聚会 在日本上映 你怎么能够戴我 如果在这时压害 能够带来工作 我能够伤害 我病一忍 保证金 他们受伤害 抓住 怪我 我经常的 高牧师 苦无意诚 夜我堂胡去的情况是蛮复杂的 这夜 我忽悦是蛮复杂的 美丽的女人 非常的吃饭 他一定會壞 那麼一番多大火兩號 忘了你跑 我本身一直忘了 走走 ガチョーコの夜 女は愛に泳いで